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像例如说1月1号一定是第一季 好 接下来直接把栏目名称重新命名 叫做季 滑鼠右键 我们把月也做完 所以点到建档日期 然后点选复制资料行 然后直接把资料行转 转换成什么 月 然后接下来直接把日期转换 建档日期复制改成月 那顺便再把周也做一下好不好 因为有时候你在分析的时候 既然有周的资料 你要不要分析到周 所以我们也把周也做出来 所以把季月周做出来 所以呢在这个建档这边 去做复制资料行 滑鼠右键 然后转换 这边有一个周 那年终的周 就是第几周的意思 还是月中的周 那年终的周只有1到52 这个就变成可能1到最多到5 对 好 那一周开始还有一周结束 就是看你那个周的定义 好了 那我们应该 我会觉得说 大家比较习惯看的 应该是年终的周 就是第一周第二周 像现在大概 大概应该是20周左右 对不对 好 你稍微往下来去看 第一周第二周第三周 那 例如说第四周一定还是在第一个月 然后呢 还是在第一个季 然后还是在2008年 好 所以这样子做完之后呢 做完之后 你不要随便关哦 你不要直接关掉 因为现在 现在就是在我们的那个 这个画面是可以关的 这个画面是可以直接关的 这个是query 这是query 然后直接关掉 关掉之后 他就说要不要套用变更 要 然后稍微等一下 在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看到 有多了什么月啊 绵啊 记啊 还有多了一个周 周跑去哪里了 对不起 刚没有更名到 所以我们直接回到刚刚的编辑 点到销售 点到销售 然后滑鼠右键点点它 然后 重新命名 改成 周 然后接下来这个 记得关掉 是的 关掉之后呢 在这边我们就应该可以找到这边有一个周了 好 就请你们先做到这边 这等一下我们可以看更多的东西 好 请你们动手做一下